有近半個世紀歷史的教協 是全港最大的教師公會 目的是爭取教師權益 亦都不時為政治事件發聲 有章話報道 我希望大家能夠 繼續團結在教協這個大家庭底下 為香港的教育事業共創新職 教協成立於70年代 當時還是校長的司徒華 和老師前世年號召全港教師罷課 抗議政府削減民憑教師的薪金 兩人之後成立教協 司徒華獲選為首任會長 提出加強團結爭取權益的四大方針 我覺得工會有兩個數字很重要 一個就是會員人數 第二就是財政助課 這兩個數字就是反映到工會 但是那個狀況是不是建築 有近10萬名會員的教協 在大大小小的社會事件裏都不乏他的身影 司徒華之後創立支聯會聲援北京文運 他在1985年當選為立法局教學界議員 自此教育界的議席一直由教協代表出任 而香港人就是生活在鼓裏面的人 在中英革縫裏面苦痛無助 去到90年代張文光接行 2000年反對政府教改同23條立法 但同董建華政府仍然有商有良 去到2010年 馮偉華接任再報名參選立法會 但癌症指數突然急升 臨時決定退選 當時仍然是教協理事的葉建源 臨危授命代為參選 之後的反國教教協都有出聲支持 佔領運動期間 教協曾經因為警方用催淚彈驅散示威者 呼籲罷課罷教 2017年教育成為特首選舉的熱門議題 三位候選人在教協主辦的選舉論壇 同場激變 林鄭月娥做特首初期撥款數10億元 做教育新資源 當中緩應教協多項訴求 雙方保持良好關係 直至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 多位教師先後被當局釘牌 教協和教育局多次隔空互轟 雙方關係轉差 隨著教協宣布解散 這個全港最大教師工會畫上句號 有時電視記者由進華報導